24年來 創造了兩個歷史記錄 一個是中共暴行的歷史記錄 一個是法輪共學員和平以心反抗的記錄 他們面對中共的暴行的反抗 是和平以心非暴力 歸集起來就是三個字 真算人 720前的週末 在群牛第一大臣奧克蘭的紀念集會上 有來自各界的聲援 並揭露中共的殘暴 2001年年底 我因抵制勞教所的GP法輪功大會 遭中共勞教所警察電擊毀容 警察用電警棍長時間電擊我的面部 致使面部的皮膚被電焦 只要你要上廁所 你必須可以給警察打報告 你要承認我是罪犯 我就是修煉法輪功有罪 那麼我請求我上廁所 最長的時候我曾經幾天 一個星期我堅持了一個星期沒上廁所 然後最後一個星期過了以後 那我就開始絕食 因為你不讓我上廁所我就不吃吧 我就不吃我就免得排泄吧 被迫流往海外的維權人士郭松 原本在中國從事教職 他親眼見證中共如何系統性的 在教育單位對法輪功發動迫害 如果要是知道誰修煉法輪功 或者有家人或者有朋友 那一定是需要舉報的 然後國家也定期的給學校的學生 就是用大客車一車一車的拉到電影院 統一的看 就說教育學生不要修煉法輪功 看那種電影 郭松當時所教的學生當中 有不止一位家長 因為修煉法輪功 慘遭酷刑虐待被關押 導致家庭離散 她總是盡一己之力 守護這些頓是親人的幼童 我的這個孩子的媽媽 是一個非常正直 非常善良 能夠說真話 說實話的 一個好的女人 如果中國社會 人人都能做到講真話 講實話 相互關心 相互幫助 何嘗不是一個美麗的世界呀 所以我認為修煉法輪功 是人的信仰自由 中共政權無權干涉 頂著鋪天蓋地的迫害 24年來 堅守信念的法輪功學員們 持續以行動 喚醒世人 為什麼我們這麼多年 遭受了那麼多迫害 我們一直要堅持呢 因為當我們修煉了這個法輪功以後 我們知道這個法輪功 他對人的身體 對人的道德非常的好 但是呢 因為在這個情況下 中共它制造了很多謊言 老百姓全都在迷中 所以說我們就是一心想 一個是我們本身要堅持 還有一個呢 就是我們也想 把這個真相 法輪功的真相 傳播給所有善良的人 讓他們也明白 這麼好的打法在洪傳 希望有緣人不要失去機會 不要聽中共的謊言 青桃人電視臺記者 盧天長 張明竹 新西蘭採訪報導 先讓我們聽哨 大家可以去教一下 聊天啊 我們要搞什麼 的 我們一定會 想照 那 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他們有明顯 我們要求 我們要求 谢谢观看